各位Lice on GAMEHOUSE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就是宿主完成的 爆傷女妖秘密女神版本 那現在大家看到這個就是 他宿主的樣子 那首先呢我們就先從頭部來介紹 頭部的話呢他的這個是已經展開 但是頭飾的這邊呢 這裡呢 會需要塗裝一下黑色 但其實不塗裝也可以 其實看起來帥氣度還是一樣 好 那他整個綠色的精神感應框架呢 都有做出來 這就是頭部的部分 在身體的部分呢 一樣他就是做成 綠色的感應框架 那肩膀上這邊的機關槍呢 機關砲呢 也是一樣會需要做一些 黑色的塗裝 那賴場這邊之後呢 會再考慮看看要不要做塗裝 或是像這樣子 也是蠻帥的 那這個是腰部的一個小零件 好 再來就是下腰部 下腰部這邊呢 他前面的裙甲呢 做得比較鬆一點 那也許是為了要讓 腿部的活動能夠更自由這樣子 那這是 側裙甲 那後面呢 武裝的部分呢 其實一些彈夾是可以直接掛在上面的 好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手部 以左手來說 左手其實是一樣的 它呢彎曲的可動性呢 其實只有到這樣子而已 稍微可惜了一點 那再來手部的這邊呢 一樣是可以這樣子移動 好 那手部的這個 劍呢 其實它是要拔起來的 但是呢 你可以這樣子把它 固定住 或者是呢 就是再把它這樣裝回去 好 不過呢 它這個套件呢 並沒有附贈就是 光束軍刀的那個光束 所以呢 可能要找我看 其他的HG能不能共用 好 那這是手部的部分 手部這裡一樣只能這樣轉而已 好 這是手部的部分 那腳部呢 它一樣可以可動的地方呢 就是這樣子 也是一樣 大概只有90度 那腿部的這裡呢 可動性呢也是有限的 那塗裝的部分呢 賴場這邊都還沒有做塗裝 像這邊啊 還有就是側面這邊這邊 等等的都 會需要塗裝或貼貼紙 那賴場現在呢 是宿主的狀態 所以並沒有塗裝 也沒有貼貼紙 之後呢 會再評估看看 要不要來塗裝 因為賴場覺得 不塗裝好像也蠻帥的 好 再來這就是後面的部分 後面的部分呢 打開來就是像這樣子 那它這兩片呢 其實是有一點可動性的 就是可以稍微往後面這樣子 那 它這裡的貼紙呢 原本是後面這兩片 那賴場還在考慮說 是不是需要 塗裝還是這樣子就好了 還在考慮當中 好 這是後面的貼近背包的部分 那這個呢 就是它的盾牌 非常大的盾牌 那賴場之後呢 這些機體一定都會貼上它 複製的這一種貼紙 這樣貼起來會比較帥 好 這就是盾牌的部分 那其實另外它沒有介紹到的啊 就是它的零件呢 其實它可以再做一個像這樣子的盾牌 那就看大家 有沒有興趣做 然後想把它放在哪裡 其實都可以喔 好 再來武裝的部分 這兩個光束軍刀啊 其實是藏在 這個裡面的 只是因為這個裡面這裡呢 實在是太容易掉了 所以賴場之後會再想辦法把它固定起來 那這個呢 就是武裝的收納起來的樣子 那由於HG它的可動性有限 所以它並沒有辦法像MG一樣 就是做成一把 然後它可以就是整個這樣子展開 比較沒有辦法 所以呢它就做了兩種 一個是收納的樣子 那一個呢 就是它展開的樣子 就是像這樣子 蠻長的 那拿的時候呢 就是拿這裡 或是另外一隻手拿 拿這邊 這就是展開的樣子 那另外呢 它有一把槍 那這邊呢 它有附一個就是 持槍的造型的手 像這樣子 然後呢它有做這個光束出來 所以呢在拿武器的時候呢 大家就可以有一種更帥的手來拿啦 好 這就是這一次呢 爆傷女妖 新衣女神版本的 所有的套件 那接下來賴賞呢 會繼續的來為 這記憶體呢 看是要塗裝 或是一定會上了貼紙 那上完之後呢 會全部把它組起來 再為大家做一次 完成之後的開箱介紹 那賴賞GameHouse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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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